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4年10月7日 今天是星期一 繼續來到 星期一的時間 我們繼續跟大家揭露香港最新的熱門時事 這一戰可以說得上是出奇彈 一次過滿足你兩個願望 可能也有三個 什麼願望呢 這些話題相當吸引香港的所有 聽眾的 又跟香港警察有關 又跟香港的士司機有關 有什麼好得過 又有香港交通景 又有的士路 話說網上 在10月6日的時候 晚上忽然之間流傳著一條影片 影片是拍攝的士司機 沿著一條山路 後來就知道在哪裡了 在哥連神國 即是柴灣 沿著一條山路正在行走 就這樣肉眼看影片 未必能夠判斷車速 但是 現場環境就一點也不算安全的 我們稍後再說交通問題 接著沒多久 鏡頭的面前就是 是營頭 是撞上一架 是警察的電單車 根據影片 拍攝到有聲音 聽到 雙方 都正在急殺 但是 由於大家 碰面的時候 相距甚近 雙方正在轉彎 雙方都 是一個看不到前面 直路的盲彎 即使雙方曾經 猛力殺車 仍然在營頭相撞 不過 算是相當之輕微的營頭相撞 因為 是到了最後 電單車 算是輕輕 撞到 的士的車頭 整架警察的鐵馬 彈開 彈開了兩部 然後 交通警 射 整個彈起 然後 就是失平衡 整架車掉落地 交通警 平衡力相當好 能夠 彈住彈住站起來 真的看到也覺得痛 整條影片跟著也相當之精彩 由於 阿sir撞到彈起 彈一下彈一下 然後肯定有受傷的 最低限度也會撞到 因為電單車 車頭 撞上了 私家車 一般如果電單車發生交通意外 撞到前面任何障礙物 應該會反車 然後 駕駛者會飛出來的 但是由於 這個碰撞不算非常嚴重 大家都已經急殺 所以到最後 收不停 撞了過去 所以反而 電單車的交通警察 反而是向後彈了一旦 然後可能真的有受傷了 坐在地上 然後 就是打開 call機 是要求緊急支援的 這個時候 相關網絡影片就是把聲音 沒有聲音 不知道到底有些對白 這個時候的士司機 應該已經下車了 知道這次糟糕了 平時 欺負其他人 也可能沒有甚麼所謂 人家沒有仇報 這次撞正 香港警察 好了 真是叫大串燒 又有香港的的士人 又有香港交通警 我們也很持平地說 說開車出名惡劣 坦白說 的士司機 比香港交通警員嚴重很多 香港 警察 雖然聲名狼藉 但是 被投訴開車得差 當然不算是 拿著警察電單車 在2019年驅趕示威者 電單車撞向人群 也是 那次 以平時駕駛的角度來說 交通警員被人說開車 就是沒有不點發生的 所以分清楚 警察的惡行就不是在 開車的技術方面 的士司機就出名了 是喜歡亂開車 不顧後果 不顧其他人的安危 這次撞正香港警察 所以這次的事件 都可以說得上是全日香港 最花生的事件 好了 我們也持平地說 上述這條道路 是哥連神國 是幾條山路來的 簡單來說這條山路 肯定是的士司機 接載了乘客 這個禮拜接下來就是 重陽節 所以應該 是 接載乘客上去哥連神國 拜山 很多人習慣在清明節 以及重陽節之前拜山 因為正日實在太多人 看看地圖 我也認得這個地方 就是 接完 客戶上去 正在下山的 這些山路 就是相當危險的 無論你開車也好 你不開車作為行人也好 你也應該份外留意 路面情況 為甚麼這條路危險呢 首先 這些路段 是叫做 單線雙程行車 為甚麼叫單線呢 留意一下中間條路 中間條路 是沒有了中間那條線的 如果你平時看到 馬路中間有分的 左上右下 因為我們是英際 由於中間沒有了中線 理論上 兩邊的車 大家 都沒有優先的 大家都要看情況 這些路段多數就會出現在 山路上 香港 的郊野公園或者上山 就會出現這種道路 平時在街的大路 一定有分 是 雙線雙程 甚至乎 是更加 多條線 雙程行車 這種路段英國也有很多 全部集中在那些 B路 前面是B字頭的那些路 這些路段相當危險 尤其是聽到導航 導航 無論是 Google 還是Waze 主要都是這兩個 英國還有Tomtom Tomtom不要說了 Tomtom是 勁費的基本上 上述兩大導航都很喜歡 在你夜媽媽 帶你入黑暗世界 本身已經當失路了 導航還要 帶你進去這些B路 裏面黑漫漫 中間沒有分界線 而且更加恐怖的是甚麼呢 這些路段裏面九成九 都是差不多 下尾到九十度 到八十度 七十度的盲彎 相當之恐怖 相當之危險 這些道路 會形頭相撞的機會是大增的 英國更加恐怖 英國這些路段 限制車速竟然變成Lational Speed Limit 即是說 單程行車最高的時速可以走六十英里 事實上這樣的路面情況 就算走二三十 也有機會是太快 更加不要說六十了 根據我們的經驗 如果 是黑貓貓 這些單線雙程行車 大家都沒有優先權 的路段 而且大量的盲彎 差不多 走到英里 走到二十五都已經太快了 因為 你比這個數快 基本上有車衝出來是在撞的 截算回到香港 我們香港節目幫大家計算 20英里 大概就是32公里 25公里 應該沒有去到40 即是低於40km per hour 有不少 精靈的網民也分析過影片 由於影片的前半段 是有聲音的 可能是的士司機 擔心被警察 又或者是重罰 怕上庭 所以首先把影片上載 好了 之前的影片是有聲音的 在影片裏面也聽到 是急殺的聲音的 根據急殺車輪 聲音的判斷 當時應該也挺快的 好了 的士司機 的確是相當之錯誤 但是 坦白說 阿sir交通警 也有錯的 因為 大家都沒有優先權 因為是單線雙程行車 中間沒有劃線 阿sir沒有什麼保護自己 因為他走正的路正中間 如果遇到有車輛可能會突然之間出現 其實他也應該盡量靠左邊 因為他是鐵馬來的 絕對 是有辦法靠左邊 但是他也選擇了走路正中間 而且 也可能駕駛得不夠慢 駕駛得很快 的士司機不用說了 的士司機 也一定是駕駛得不慢的了 也由於的士司機應該這個路段正在下山 而交通警 阿sir正在上山 很多司機就是覺得下山 那些人就當是踩單車 衝下山很過癮 輕輕 給一點油滑 不斷衝下去 很開心 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最危險 為什麼 很多時候說要轉低波呢 就是這個意思 如果你搶自動波 應該你的車上面有個 現在的車其實通常自動波都可以轉波 以前的車 就會有個 波段叫L L即是低波 大家行山都可以留意到 一些很斜的山路 會有路牌 寫著low gear 叫你轉低波 尤其是香港 香港的七人車多到不得了 七人車平均比一架 普通的私家車 差不多接近1000公斤 如果你不轉L波 就這樣衝下山 這架車的加速 因為它的重量 會令到車子好像一個炮彈一樣 的士司機明顯地都駕駛得相當快 並沒有收慢 在根本前面 完全看不到 左手邊有些甚麼情況之下 你這次很幸運 你的對手是一架電單車 如果對方是一架比你更加大的車 你就不要以為駕駛著私家車很安全 更何況的士司機明顯地正在下山 又不減速 結果這次 就是撞著鐵板 撞著 香港警察交通警方的鐵馬 按照 唐英傑案件 這個簡直是恐襲 整條影片最精彩的地方是香港市民 對警察的態度 然後炒完車之後 整個警察坐在路邊 有一個正在上山的伯伯是完全無事 這個正在 坐在地下 的警員 就這樣在身邊走過的 一句都不問 亦都不打算扶起來 好 亦都很持平地說 上述的路段我都看了很多遍 如果 走快超過 30km 應該 無論如何 你遇到 任何東西 形頭來 無論如何都會停不下 這個路段你真的應該駕得慢 因為你真的不知道前面有甚麼 就算你後面有車籠 你也應該駕得慢 因為 你想想 你先走 撞了那個就是你了 後面跟大隊 他們沒有損失 在後面推著你 你自己駕得快 你撞 也是你自己出事 而且後面就算有車跟著你 他也過不了你 什麼時候才應該走快呢 其實很簡單 大家看看這條影片 可以當教學影片 總之就是你 看到前面的路段 由於現在的路段 撞車的位置 就看不到前面 偏偏這個彎角就撞車 其實只要再走前多兩秒 就已經看到前面了 往往這些交通以外 都在這些彎位發生 上一次 在大嶼山 單車 撞了到旅遊巴 那個彎也是盲彎來的 又是急彎 沒有得心存僥倖 一定是過那個彎的時候 就是剛剛遇到有車 量度也沒有那麼準確 好 我們今節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裏 敬請各位 記得繼續做好支持六部曲 記得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我們今節時間跟大家暫時 討論到這裏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運金 大家最少住一個月啦 所以 價錢不是很貴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為一些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 繼續節目之前 先要多謝Surfshark VPN支持本台 Surfshark VPN可以保護你的個人資料被盜取 避免被黑客道用信用卡 上網可以體驗沒有廣告 沒有彈出視窗 沒有追蹤的網站 粉碎審查制度 可以幫助你繞過政府的審查 隱藏你的網上記錄 可以自由訪問新聞 娛樂和社交媒體 100個國家3200多個伺服器 可以看Netflix和Disney Plus 不同國家的節目 不閒裝置 訂閱Surfshark可以一家人用 多少部手機電腦都可以共用一個帳戶 還未安裝VPN的朋友 記得快點安裝Surfshark VPN 多謝